尽管王宝强与马荣的离婚案已过去两年,但与两人相关的消息,仍吸引了一大波吃光群众。 11月18日,某知名于姬发文成,这两天在整理王宝强离婚时的采访录音,认为马荣最近的表现是精神出问题,令人意外的是,随后马荣便在该动态下方评论道,也很期待,看看他们是怎么编的。 在收到马荣本人的回复后,该于姬当娃继续在朋友圈放出猛量,该于姬表示,疑似马荣的朋友向其科普,马荣没有出轨的原因,并刷出图片来作为佐证。 图片中第一条文字清楚表示,一夜情,欧巴性性关系都不属于出轨,来自一次马荣好友的科普,似乎侧面印证了马荣与宗哲发生过关系,知名于姬的爆料金曝光后, 让一只网友都哭笑不得,毕竟在这之前,马荣曾向广大网友明确表示,自己并没有出了轨。 据悉,在11月15日,久违更新动态的马荣,在个人社交平台上,突然大放狠话怒,对王宝强。 随后,遭到网友质问是否有出轨时,而马荣则态度强硬,的回答没有出轨。 其实这也不是马荣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否认出轨,早在今年6月份,马荣接受某媒体独家采访时,也曾口口声声讲述与宗哲只是同事关系。 此番根据余记的爆料,一次马荣好友的回应,反倒折尸坑了马荣一把。 不知道你对此怎么看,更多娱乐八卦,都在会火48岁中立体被孕刺胎,身材走行,不许是管婴儿,网友,男女生孩子,邓紫棋,BBC百大女性获胜赞。 同事海外发展,为何无依法争议不断? 邓紫棋,BBC百大女性获胜赞。 同事海外发展,为何无依法争议不断? 我们会遇到他跟机群则 Sané креп了?